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要实现车内多媒体资讯 娱乐 多功能一体化 日本Nakamichi正式推出 Android 9.0多媒体主机 NAM5210AX 一部拥有10.1吋轻触式 IPS 2.5D 玻璃大屏幕 屏幕边缘经过弧道处理 能够增加屏幕视角表现力 大幅提升了滑动屏幕的手感 界面能以多种预言显示 画质高达1080P全高清播放的主机 内置32GB flash 记忆体 和2GB RAM 闪传混算 这部新机可以连接WiFi 配合使用Android系统内的所有功能 例如GPS 导航、上网、YouTube 或者所有社交媒体等 当然也可以利用Google Play 下载你想要的Apps 另外也可以在Mirror Lake连接到手机 将手机内的功能 在主机显示和操作 NAM5210AX 除了可以蓝牙面体外 也可以接收蓝牙音响 只要利用手机 以蓝牙传输到主机 就能够直接播放手机内的音乐 当然也可以利用USB 播放音乐或者电影 实行多媒体娱乐播放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机内置DSP数码音频处理器 透过简单易明的操作界面 自由调校设定音场音色 令音色效果达到最佳表现 NAM5210AX唯一顶设计 基本上大部分的车型都合性安装